甜点业者走混搭风 像是法式马卡龙甜点 居然有猪血糕 麻油鸡 还有咸淡苦瓜的口味呢 我们一块来看 不只外形可以当作卖点 还有业者将马卡龙的口味 加入台湾味 苦瓜咸淡 麻油鸡 猪血糕 这些台湾小吃的味道 现在都被做成马卡龙 要颠覆大家想象中的甜点滋味 猪血糕的部分 大家想说猪血糕 可能是把猪血放进去啊 但是其实猪血 它是糯米再加血 它是没有味道的 我就是把那个花生 跟花生颗粒酱 然后还有那个九层塔 还有香菜 把那个猪血糕的味道表达出